各位同學,我們先看看第九條,先必快這件東西 留意,這個又是LGBFashions,有代數的份數 而中間,這次是一個加號,兩個份數加,雙加 我們要做什麼呢?份數加減,我們就要做通份母 通份母,我們先看這個份母,一個是3乘6-k,一個是2乘k-6,6-k-6好像一樣 真的差一點,差一點點什麼呢?就是前後倒轉 怎樣會前後倒轉呢?我們就可以把符號抽出來 我們在k-6抽個符號出來,怎樣抽個符號出來呢? K本身是正K-6,我叫K拿符號出來, -6就比較容易把我拿走的符號,變成正, 早兩條都是這樣說的, -6其實是加-6K,這個-6拿走的符號, 我拿走它,變成正6, 然後K沒有符號的符號就變成-K, 我們將它前後倒轉,即是6-K, 所以K-6,我們把符號抽出來就變成6-K, 所以這個變成6-K,符號抽出來, 可以寫在符號前面,可以寫在符號前面, 可以寫在符號前面,可以寫在符號前面, 或者是寫在符號前面, 或者是寫在符號前面, 所以就加一個符號前面,即是減, 6-K,這個東西就完成了, 差的就有數字,一個3,一個2, 那我們就把前面第一個乘個2, 後面第二個乘個3, 那大家都變成6, 6乘6-K,這個配帶了2, 即是符號乘個2,符號子乘個2, 符號子乘個2,5-2-10, 好,要記住大家公平地做這件事, 接著這個,變成6, 然後乘個3,符號乘個3, 分子乘個3,3-3歸9, 那就變成同樣的符號, 可以通符號貼在一起, 那這個分子就會是10-9, 即是1, 那回看,應該是C,